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又講有關於熔斷機制和特區政府 新政府上場依偉局長盧崇茂 他的防疫政策究竟是怎樣 熔斷機制也蠻好笑 弄了熔斷機制這麼久 弄到遠聲再道民不聊生 很多人上來回不到 要買三四部機票才行 突然之間說現在就取消了 暫緩 叫做暫緩 它不是取消 外防輸入的概念 就是熔斷機制的大前提 現在一向都是在上機之前驗PCR 去到機場又驗PCR 以前就要快測 去到酒店又驗PCR 叫做核酸檢測 做完之後都要熔斷 弄了這麼久 突然之間就改變 外防輸入的政策 有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熔斷機制其實是從哪裡來的 沒有人說這件事 只不過一出了熔斷機制 現在要暫緩之後 那些上網上 又或者建制派那些拆油就拆了 政界 盛讚 之前怎麼說 前朝都沒有改變 現在新政府 表現非常好 我聽完之後 聽完之後真的很難認 那個人是什麼人 是行政會議成員 湯家驊 在Facebook那裡說 機制目的是迫使航空公司 嚴肅處理抗疫要求 但受苦的往往是無辜旅客 我又幫一下他 航空公司怎麼嚴肅處理抗疫要求 那就看多條文 是不是 你在每一個地方 你在英國 在美國 加拿大 在菲律賓 回來 那不是在那個國家那裡 那些檢測機構 你給了錢他 不便宜的 譬如說 普通的沒那麼快的就90磅 快一點的你停於180磅 那些很貴 印章 或者是寫一張 結果給你然後你印出來 航空公司負責看那份文件 他怎樣嚴肅處理抗疫要求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看完那份文件之後 他說他是陰性 我就相信他陰性 我記得你回到楊勝 關航空公司什麼事 這個是湯家驊說的 但受苦往往是無辜的旅客 不但行程行程安排完全失用 更可能連酒店訂金都被沒收 實在非常不公平 湯大狀 湯大狀 你是林鄭做政府做特首的時候的行政會議成員 你影響力很大 不知道你有沒有提過意見 新政府上場大刀闊斧 顯示了敢作敢為的氣魄 敢作敢當的氣魄 令人另眼雙看 希望通關方面也要早有突破 湯家驊接受這個黨媒01訪問 他說這些個案絕大部分是非嚴重個案 沒有拖瓜醫療系統和第五波的疫情很不同 所以處理的方位也不應該一成不變 香港的經濟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威脅 政策上要有回應才行 我覺得蠻好笑的 這些權貴 舊政府又說了一套 新政府又說了一套 防疫酒店隔壁酒店隔壁酒店 即使是有行班回來 根本就訂不到隔壁酒店 變成有行班也好 得物無所用 訂不到隔壁酒店又和我政策有關 你要指定酒店又要符合什麼標準 然後要住七天那麼久 有個聽眾寫了很長篇的回應給我 說他的遭遇很長的 他的家人就有 在家裡突然昏迷大量出血要做手術 他當然不會回來 最後除了航班有問題之外 旁邊酒店 根本就 幾乎絕對找不到 你在online system那裏按進去 告訴你七月沒有了八月都沒有了 突然之間 又告訴你 用email問他就說有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訂酒店的時候 除了要找幾套機票 機票也很難訂 有這個熔斷機制 用來保險之外 酒店也是一樣的 因為你機票又可以 有部份 有些酒店 可以裏分又可以 有些不裏分 你不需要裏分那些 即是可以裏分那些 他就 先壓住在這裏 於是全港酒店都沒有位置 即是說你可能 十個人訂酒店也好 你可能是有 每個人有兩個變成有 20個 20間酒店的房間被困住 這個問題是瓶頸來的 又解決不了 你的酒店的防疫的問題 如果解決不了的話 有 取消熔斷機制有什麼用呢 現在大家去猜 究竟 盧寵某這個新官上任 對於這個防疫的政策會有什麼改變呢 他開記者會 他親自出席 這位醫衛局局長 他說 動態清零 他說什麼是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不是等於零 他用一個例子 我覺得狗不搭白 雖然他是讀科學出身 當然什麼叫做 絕對零度 勞草謬就用溫度做例子 攝氏零度不是真正的零度 絕對零度 粒子都會靜止 就是負273度 他說現在做抗疫 是不能夠做絕對零度 因為會對本港經濟和市民大來生活衝擊 所以他說 近期的病例出生上升 已經達到幾千個 傳播率大於1 去到1對1.8 即是一名病人會傳到1.8個未受感染的人 1.8再傳到1.8 那就會基數不停地增加 核酸檢測更精準 更精確隔離受感染的人 以阻斷傳播鏈 當傳播率低於1的時候 就做到動態清零 好了 可以猜的 在治療行間他想做什麼 他用李家超的說法 就是要圍住有病的樹 常態化的核酸檢測是最好的方法 而國家把者作為防疫抗疫的重要手段 在內地有15分鐘的核酸檢測 香港需要結合自身的情況來考慮 香港也需要經常做好準備 寧可避而不用 不可以用而不避 防止患者造成社區傳播 他跟著說 禁堂食和封城的做法 是透過隔離大多數來找出患者 顯出防疫策略沒有方向 他現在在說前朝 我不知道 盧醫生他有什麼把炮 第一說到領導 不是絕對領導 所以 有個案是沒有問題 什麼是有個案沒有問題 他的目的就是 我不想做到個案不斷上升 不斷上升就有問題 如果不是不斷上升就沒有問題 他說這個零的概念是接近零 不是絕對零 是確保社會恢復運作和不受影響 不同地方會有實際期望對清零的定義不同 香港是國際化城市需要平衡 通過有關安排 現在是難以完全免除檢疫 相信每一個政府 這個時候會定過這樣的目標 期望通關是會慢慢可以進一一直進步 但現在要通關 香港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你掌握不了他想怎樣 但我這樣看又不封食 又不禁堂食 用什麼呢 用核酸檢測的做法 核酸檢測 我也說了 你檢測完之後 你上午檢測是零 下午上班 染到回來 那怎麼辦呢 然後又說絕對不能夠乳病毒共存 乳病毒共存 他也說過 就是等於乳病毒共虎王存 那你用什麼方法 令到這個 防疫檢疫的措施可以運作下去 他沒有說到很具體的做法 他只是用核酸檢測來做 核酸檢測是否一天要檢測幾次 所以他不可以用乳病毒共存 實際上 他想怎樣 現在他的記者會說完一輪之後 其實是沒有說到 具體 整個方法是什麼 現在香港出現什麼情況 跟內地無法通關 跟外國無法通關 新政府上場表現出氣魄 大刀闊斧 如果不是用乳病毒共存 繼續用動態清零的方法 我想知道 你有沒有給個時間表出來 什麼時候才跟大陸通關 什麼時候才跟外國通關 現在 每天 是以千計的個案 不過 不過 沒有構成對醫療系統的任何壓力 沒有什麼人死亡 大波數都是輕症 我想問 你做到什麼時候才可以令到 香港恢復正常的生活 你拿出一個方案出來 很矛盾的 所有的政策都很矛盾的 即是你 在確診人數超過3000的時候 就宣布取消暫緩 熔斷機制 然後又告訴大家 清零不是絕對清零 又告訴大家 現在通關是暫時不行 如果現在想通關是不切實際的期望 那你想怎樣 說了這麼多之後 我組織不了 或者是 做不到一個 你將來 想著怎樣去防疫抗疫 這個具體的政策出來 你又說不封食 又說不敢堂食 現在又不用斷 又不是等於絕對清零 那是甚麼 可以解釋給我們 不過香港人都不在乎 沒甚麼所謂 你說怎樣怎樣 你喜歡 現在還在檢疫 每天都公佈 全部來檢疫 可能將來就是用這種方法 全部來檢疫 因為盧民雙彩 集合的時候 一樣可能有機會染到 所以今天 你的選擇就是 要是要學大陸那一套 要是要學國際那一套 現在你們兩者 想走中間路線 一定會不倫不倫 永遠找不到 一個很合適 香港的情況 的答案出來 暫時看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 我心臟有花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